Hello everybody 这个我们这个影片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和维文方程式 OK正和维文方程式的一个 一个例子的例题 好 那这个正和维文方程式的在之前的介绍的影片已经说过啦这个正和维文方程式是有一些条件的 希望大家记住怎么判要怎么就知道怎么判别正和维文方程式 然后这个维文方程式的求解的方法也非常的特别 那我们用这个例题为大家示范 那这个萤幕上方是一个一阶ode 一阶ode 然后他因为放在这个单元所以说他就是一个正和维文方程式啦 但是我们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为大家 从头开始 证明他就是正和维文方程式 这个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如果前面这一项 DX前面那一项我就把它叫做M 然后DY前面那一项如果叫做N 然后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要怎么判别正和维文方程式呢 DX前面这一项对Y做偏维分 DY前面这一项要对X做偏维分 DX前面这一项要对Y做偏维分 那就是这个2XY对Y做偏维分 那2XY对Y做偏维分呢 因为是对Y做偏维分 所以2X是常数 就是当作是常数 那Y对Y维分就是1 所以就是2X 那这个partial 这个N呢 partialX DY前面这一项都要对X做偏维分 然后呢这就变成partialX 平方减1啦 那对partialX 那刚好就是2X了 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的partialN partialY会等于partialN partialX 所以呢这个1JOD呢是一个Exact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那是正和维分方程式 那正和维分方程式怎么解呢 之前影片已经有介绍过啦 DX前面这一项对 对 X做偏维分 DY前面这一项呢 对Y做偏维分 好那 然后最后取连级就是答案 好那我们直接写一下 首先DX前面这一项叫做2XY 然后对 X做偏维分 然后呢 是对 X做偏维分 所以我们就把2Y拉出来吧 当作是常数 然后对 X做偏维分 那所以会最后会等于 X 2分之1 X平方 那2分之1跟这个2消掉 所以会变成Y X平方 那后面呢我们是可以补一个Y的函数 是一个任意Y的函数 因为是对X做偏维分 那我们原来这个解函数里面呢 可能有可能有一些Y的函数 但是这个动作 是不可能把这个Y的函数找到 所以我故意给它补一个F Y的函数 那我们第2这个底Y前面那一项要对Y做偏维分 要对Y做偏维分 那因为对Y做偏维分 那因为对Y做偏维分 所以X呢跟常数呢 其实都是 都算是常数了 OK 虽然对Y做偏维分的话呢 会等于 X平方 函数-1 然后Y 然后我们最后给它补一个X的函数进去了 那因为 这理由是这个 我们是对Y做偏维分 那原来的解函数里面 很有可能有一些X的函数是 在 做这个偏维分 做这个动作是 是 找不到的 所以故意给它补一个 哎呀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 这个最后的答案 太多 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 那所以我们就把他取连级 取连级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函数取连级我们最后会得到什么呢 这上下两个函数取连级我们得到什么呢 首先呢 我发现了两个上下两个共同拥有的像是X平方Y X平方Y是大家共同拥有的 因为是取连级啦 那我们这个Y呢也是要在里面 所以呢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阶OD的 答案啦 我们这一阶OD这个正合维分方能词的解就是5XY等于C 那这个5XY双变数函数是X平方Y减Y OK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正合维分方能词的解啦 OK希望大家 知道一下这个 容易啦 OK 好那我们的下节影片呢 我们就再继续聊吧 OK拜拜 OK OK